生存的第129天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打算回城了 那就從這個女巫生怪塔上面的地獄門回家吧 關於今後的計畫 我這邊有個想法 就是蓋完這個女巫生怪塔以後 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趕快取得漏斗 不過如果要取得漏斗的話 就會需要非常大量的鐵錠 那我現階段取得鐵錠的方法 就只能靠鐵巫人塔慢慢生產了嘛 也正因為沒有漏斗的關係 就算有月齡的幫助 我也必須要將人物待在鐵巫人塔附近 才有辦法持續收集到鐵錠 那我的想法是 也差不多要來蓋自己的家了 我們住的那個村民的家已經住這麼久了 總是要有一個自己蓋的家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得到的物資越來越多 這個小小的家已經快要塞不下了 這邊的箱子畢竟是有限的 所以我打算在蓋家之前 先在我們的玄子地附近 蓋個四個左右的鐵巫人塔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邊蓋家 然後邊靠月齡幫我們收集鐵錠 等到我們做出來第一個漏斗以後 就在世界重生點那邊蓋一個鐵巫人塔 這樣子才能確保以後不斷的產出鐵錠 這樣子才能換到更多的漏斗 以後要做什麼刷怪塔 什麼農場也都會比較方便 那既然要蓋家的話 我會想要先把我褲子上面的迅捷潛行附魔 先升到三級 這樣子我們在建設的話會更方便 那加上我有一個小小的實驗想要做 我想出了一個輕鬆對付伏守者的方法 雖然我們在遠古之城會先挖一個坑島躲在裡面 但是萬一真的被伏守者盯上的話 我們要從裡面用弓箭慢慢射他 其實要射滿久的 他的血量有500滴 所以我打算靠鐵巨人的力量來幫我們擊殺伏守者 伏守者有一個特性就是他盯上一個目標以後 他就不會再轉移目標了 致死方休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就是吸引伏守者的注意 然後躲起來 然後把伏守者卡在門口讓他進不來 那當然啦 就要在伏守者的旁邊放一隻鐵巨人 幫我們將他清理掉啦 那既然要去找新的遠古之城 我的黑曜石已經不夠了 我就先去地獄撈一些岩漿回來 把他們做成黑曜石吧 嘿 好 那就趕快把他們挖起來吧 這隻效率式的鎬子應該可以挖快一點 速度還可以啦 比之前效率二快多啦 好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這座地獄門會通往遠古之城的上方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到底會通往哪邊吧 這裡看起來是一座高山 那我先把這個地獄門給他拆掉 等我們在遠古之城建立完安全通道之後 再把地獄門重新架在那個地方 距離如果不要太遠的話 應該還是會連結到地獄基岩上面那個門啦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到時候再微調就好 這個問題不大 出現了 這裡就是遠古之城無物 好 我現在有裝備的翹翅了 那我們挖下去的瞬間 就往角落滑翔 先到角落建立一個安全通道 好 就在這個地方 看來這裡沒有茯林效口 安全安全 啊糟糕 我好像忘記帶鋤頭耶 沒有鋤頭 挖這個東西會很慢耶 不過無所謂啦 這邊的寶箱好像還蠻容易開到鑽石杵的 好 這個地獄門開好了 那就來進去看看它會不會正確的連結到地獄的基岩上面 而且我也必須要再回家一趟 因為我忘記把鐵錠換成鐵磚了 這樣是召喚不出鐵巨人的 總是望東望西的 這年紀大了 腦袋不中用 呵呵呵 哇 你怎麼這麼可憐 站在這裡淋浴 呵呵呵 看來要幫他蓋一個神廟供奉起來了 呵呵呵 唉唷 怎麼變便宜了 啊 難道說 我的村莊英雄的狀態 對他也有效嗎 哇 那這樣子要換到漏斗 不就簡單多了嗎 呵呵呵 呵呵呵 喔 都變好便宜喔 地圖的作者 你看到了嗎 我發現Bug了喔 呵呵 我好像是作者 哈哈哈哈 好啦 總算把東西都準備好了 那麼就可以來做我們實驗了 首先我先把潛行改成 持續潛行 我用切換潛行 然後在這裡召喚出 唉唷 唉 你跟過來幹嘛 這裡很危險耶 來來來 進去進去 雖然我不知道月靈在飛行的時候 會不會發出太大的噪音 為了保險起見 還是先把他送回去吧 好 現在這裡召喚一隻鐵巨人 OKOK 雖然鐵磚很貴 但是為了做實驗 偶爾奢侈一下沒關係 不過我發現 我好像忘記帶拴繩 沒有辦法把鐵巨人拴在這個地方 他如果跑遠了怎麼辦啊 呵呵呵 好現在這附近有一隻扶手者 可是這個視線真的太昏暗了 我根本看不到他在哪裡 喔有了有了有了 我看到他了 我們射他一箭 他應該就會不顧一切衝過來了吧 欸有了射到射到了 喔好生氣喔 啊衝過來了 偷射一下 好快跑快跑快跑 趕快躲到洞裡面去 欸來啊來啊來啊 打不到我咧 來啊喔好痛喔 喔有了鐵巨人在打他了喔 喔雖然我看不到但是 聽聲音 狐獸者一直在受傷 喔看來我們的風華臭效咯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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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鐵巨人的傷害這麼高 應該很快就可以把狐獸者幹掉吧 這樣子真輕鬆啊 呵呵呵呵呵呵 喔 扶手者死了喔 太好了太好了 鐵巨人幹得好啊 果然沒有浪費我的鐵磚 好 為了讓大家更清楚的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再引一隻扶手者過來 然後用靈魂出鞘模組 然後來觀看外面發生的情況 好來了來了來了 好先躲到裡面去 然後靈魂出鞘 喔果然啦 單方面的虐殺 呵呵呵呵呵呵 不是我一心只想要打我 根本不顧鐵巨人在旁邊幫他抓癢 喔雖然那也不是抓癢啦 那個很痛 呵呵呵呵 這個靈魂出鞘模組 因為他有透視的效果 所以我平常不會去用 只有在這種特殊的時機 為了展示給大家看某些畫面 才會使用一下 我們只要距離扶手者夠遠 他是絕對打不到我們的 然後這個時候在外面呢 放置鐵巨人 就可以輕鬆將他虐殺了 哈哈哈哈 好啦玩夠了 接下來該辦正事了 來去找迅捷潛行的附魔書吧 哇這座遠古之城 到處都有岩漿石 不是個很好的探索的地方 不過我們只要找一本書而已 應該不難啦 我們現在已經是迅捷潛行2了 所以只要再找到一本2級 或者是3級就可以了 看一下 這裡 只有一個茯林效果嗎 有這麼容易嗎 先打掉 看來只有一個喔 好 那就來開寶箱吧 越多3 效率4 唉唷 這個都不錯耶 那另外一個箱子有什麼呢 喔 迅捷潛行2 呵呵呵 這麼快就找到了 好啦 那是不是可以收工啦 離去之前我們再去打一下那個 中央實驗室裡面的紅石機關好了 既然來了都來了 就把那些紅石機關帶走吧 我這次有特地帶剪刀過來 這樣要收集這些羊毛就方便多了 多打一點羊毛等一下可以拿來鋪路使用 好嗎 噢 好嗎 噢 好嗎 要新墨